我来了,哎,搞笑你什么? 因为最近这个病毒很厉害,哪里敢出去? 其实我没有做过那个,敢敢尝试就是 因为现在那个病毒,令到我自己还有一个新发射 因为我们买会的子弹呢,你不可能买两三粒的嘛 有些子弹,因为你放的太久呢,它就会生虫的 所以变成挖着歪掉,有时转里面不敢出 一次过去,其实很浪费,很麻烦 所以我用好的方法,就是用一粒子弹,放冰厨 放的大概,不用管它放多久,不需要太久 如果一粒子弹来说呢,我大概,当时我摘很多菜 很多菜,我用不完,我怕它歪掉 所以我立刻想到的方法,很简单 那么简单呢,就是利用它,比如一粒子弹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呢,买回来的时候呢, 买回来的时候呢,放在冰厨里面,浸泡的时候 放在冰厨里面,放在冰厨里面,放在冰厨里面,放在冰厨里面 放在冰厨里面,可以保留得很久 那么,然后呢,我今天,大概我没有十几张吃嘛 大概来不及,怕它歪掉嘛,怕它生虫 怕它,这个冰厨,放在冰厨里面,它很麻烦,容不灑它 所以我没有地方给它放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就是,用这个鸡蛋 生鲜的鸡蛋,放在冰厨里面,放在冰厨里面 净了之后呢,那么去水口,四公斤 四公斤之后呢,要净了鸡蛋,放冰厨里面 放冰厨里面,之后呢,今天我家里没有菜了 因为现在的冰厨都很厉害,不可能天天买菜了 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的生物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皮一下 还有呢,鸡蛋,我今天准备炒饭了 那么,它饮了啦 那么,连这个盒很紧的,没关系 你放的,久一点点时间 然后,如果你放冰厨,它要离开来很平常的 没问题的,离开一点点,当然有的了 因为它有盘涨嘛,那粒鸡蛋 但是,那粒鸡蛋没有歪掉就是成功了 所以,当我们吃不完啦,没有时间来吃了 那么,四公斤净了,四公斤就叫做 放冰厨里面,然后呢,放冰厨里面,很硬的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冰厨里面 放冰厨里面,一段时间 然后,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 因为什么重要方法呢 因为方便我们呢,如果真的不小心呢 然后呢,你看,粒鸡蛋 没有歪掉,转成功后公斤的了 所以呢,你看一下,粒鸡蛋 它,同冰厨里面,是爆了的了 没关系的,它没有完全爆,它离开的 所以你想拔出来,等一会儿我准备炒鸡蛋炒饭 那么,然后呢,因为它好过我们 放冰厨,冰厨,怕它生存 因为新加坡很严 你们呢,国家的气候比较很冷的 没所谓啦,放冰厨 但是我们新加坡很严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不需要天天去买菜啦 鸡蛋也可以保持生鲜来切啦 因为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 因为我想到他们说用蛋清啊 准备蛋清卖给人家 所以我就觉得,咦 不如用这个方法也是蛮古的idea 你看,你吃几多粒也可以 吃一粒也可以,吃两粒也可以 因为当然,一粒的荷包蛋 一粒的荷包蛋也不行啦 但荷包蛋啊,或者炒饭啊 做蛋糕啊,用这个方法也不错啦 为什么? 主要它就要生鲜鸡蛋给我们吃 所以你想,我真的学不出来 真的好吃的 所以以前,我不怕对你说 是刚刚想到的 没有这个病毒的时候 我都不会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很方便啦 去外面买,买回来,放几天又可以吃 但是想到今天就变成了 你不可以每一次走出去 去买,买自己吃的东西 准备很久了 去买,买东西的嘛 所以变成我就用这个方法 可以保留它有生鲜的鸡蛋 因为它里面,冰水有水分 所以我们不要加水 不用加水 这冰有水,当然有点水 但比较不到 这样呢,可以 好像我们用一种蛋清 蛋清我感觉到 给我感觉,吃一大包自己吃得完 所以如果我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一粒一粒 今天两粒炒鸡蛋饭啊 两三粒啊 就可以拿出来控制一下 所以不会这个方法比较好 以前我自己打破 找一个堕里放 后来我觉得都需要啦 其实用鸡蛋放在里面 很好,很完整的 所以我改变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们用另一个鸡蛋放冰的时候 保持它的方便 一粒,两粒,三粒 我们用的时候也是蛮方便的 一粒,两粒,三粒 OK,好,拜拜